疫情期間很多共餐單位都改為了外帶餐盒 但仍然是持續的辦理共餐來照顧長輩 新美市舉辦基有老人共餐單位表揚活動 感謝165處的共餐單位對於長者的照顧與關懷 新北市老年人口已突破66萬 高齡人口已達16% 疫情期間許多單位持續舉辦共餐活動 改成外帶便當協助弱勢長輩溫飽 新北市舉辦基有老人共餐單位表揚 感謝165處共餐單位對長輩的愛護 在疫情期間我們沒有中斷 我們也提供71次的送餐地點 疫情4萬以後現在全部恢復 今天特別表揚165個長期以來 一直跟老人共餐辦得有聲有色的 這些民間韓國非常謝謝他們幫忙 老人共餐讓我們長輩們更快活 新北市自102年起推動老人共餐 目前已有1200個民間單位加入共餐行列 在板橋區就有139處共餐據點 讓長輩交流感情相互關懷 總共有13個單位 接受老人共餐的表揚活動 這邊也感謝我們的里長還有社區發展協會 還有相關的協會的贊助 讓我們的長者都可以走出家門到他們的共餐地點 然後大家互相的分享 然後就是能夠大家一起來想著用這個美食 讓大家能夠走出家門 然後一起分享大家的一些生活的點滴 那也能夠一起的融入 永和區人口高齡化65歲以上人口超過20% 在公所的媒合下永安市場捐贈共餐食材 多處社區發展協會週一至週五都辦理共餐 照顧社區長輩 我們非常感謝這些團體 尤其社群發展協會對於我們老人的照護 鼓勵長者走出來跟大家一起互動 來讓他們的退休生活可以更加的豐富多元 來促進我們老人之間的一個互動 延長他健康的一個狀況 在疫情期間我們是鼓勵用外帶的方式 餐和的方式 那有些長者不變出來的話 我們的社區的志工也會把這些餐點送到他的家裡面 然後跟他一起照顧他陪伴他 跟他一起共同享用 辦理共餐需要志工場地與經費的支持 簡單的一餐飯卻是多人的努力才能達成 在地情感的連結 讓各單位持續照顧長輩溫暖社區 然後再加進去 再加進去 每一兩三十個字 再加進去